在完成了我們簡單而隆重的開幕裡 接著一緊接著就會進行我們 2013富國高雲超級國家盃的第一場賽事 就是會由英格蘭迎戰上街的亞軍美國隊 去到一會兒我們比賽開始的時候 就真的可以再詳細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馬球運動 不過先說一些基本的東西 Karen 馬球最重要 其實這幾天我們在馬球會這邊都說過很多次了 馬球這個運動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當然是人馬合一 始終馬匹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騎手的騎工其實怎樣都可以直接 讓馬表現得很不好 而我們就要特別留意 因為這個馬術 始終跟他們打波奴的馬匹有一點不同的規格 他們的馬匹要求就是希望這隻馬可以非常之靈敏 轉彎是很小的 而且爆炸力非常之強勁的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都要看著那個球手可不可以控制到他的馬匹 當然我們也可以介紹一下 在馬球這個賽事 有別於我們平常看足球、籃球等等的項目 馬球的運動 大部分高級別的賽事 多數他們都會分六折 甚至分八折 這次我們的賽事就是分六折 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的牌就是我們的球手 譬如1、2、3、4 就是代表球手的球衣 所以當大家看到他的球衣 我們剛才介紹過馬球和足球是相相相似的 都會有後衛、前鋒、中鋒的位置 剛才大家看到他有個高神 待會大家可以慢慢認識一下 那是哪兒咋的 是有來回的 是有來回的 那不是有門嗎 那也是有門 這就是那個門 那個門 那個門 那兩個呢 住的 那住的那就是門 那邊有門 這套一個 行行行 那邊有兩個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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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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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奏出美國隊的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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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你會傷害到騎手和馬匹 所以這些情況 球證一定會看得很嚴謹 而馬球和馬死一樣 馬匹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比賽的時候 隻馬是絕對不能受傷 如果當球證看到馬匹 任何一個部分 例如嘴缸 或者流鼻血的話 有血出 他都會停止那場比賽 結果那隻馬出場有食線 所以絕對會顧著球員之餘 一定會顧著那隻馬 沒錯 非常清楚 剛才大家也看過 我們分派除了有球員名單 有每一季球員屬於什麼級別的球員之外 也都看到了 Trucker 這個字大家要認識 即是我們分節的意思 我們現在進行第一個Trucker 每個Trucker 我們是會進行七分鐘的賽事的 另外還會有三十秒 因為那個三十秒 就是一定會響鐘開始 看來我們暫時 我們的球員已經是 差不多準備就緒了 我們首先也找了我們的嘉賓 進行一個開球禮 情況其實沒有少少跟籃球相類似 不過籃球就向上扔 馬球的球當然是凹草地扔的 沒錯 那多數這些情況就很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要爭著那個球 現在他一個Gallup 但失去了那個球 沒錯 因為那隻馬跑得太快 其實打不中的球 都是常見的 就算他們那麼厲害的球手 都是沒辦法 因為始終很高速的情況之下 球這麼小 你要追到他 有點困難的 暫時在場地上面 右攻左的 就是屬於白衣的英格蘭隊 現在看到穿起海軍藍 美國隊就是左攻右 剛剛美國隊英國的防守 稍稍把球叫做解圍跌 但是解圍溫緣 剛才兩隻馬碰在一起 你看到他們是在做一個叫riding off 即是將對手推開 你用自己的重量 你用隻馬去逼走對手 而令自己可以打到球 一個高拳 高拳看有沒有人接了 因為很近的龍門位 他嘗試 解圍成功 很近的 因為一直在後上 看到英格蘭隊 希望角度比較遮蓋了一點 所以希望把球片進去 因為球去到30馬位 其實已經是很近的了 就是說大家看到 在龍門 最接近龍門的 那一條 我們這邊看的當然是打直 就是說一條長界線 就是30馬線 去到30馬線 幾乎是等於 好像聽球的12馬點 最接近的線路 但是很可惜 剛才英格蘭一路後上 追上來的時候 打的角度不夠漂亮 剛剛球證示意 就是說 他剛才一匹進去的時候 是進去的 所以那個示意 看看吧 沒錯 英格蘭隊 球證判了 剛才那球球 他入了球 所以英格蘭隊 暫時可以領先一分 就是 如本以為 美國隊 尼尾可以介圍成功 但是最終 是英格蘭首選入球 好了 而馬球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平時足球 就會說 啊 頭一場 大家就是 左邊是屬於藍色 右邊屬於白色 但是馬球方面 就是 每一次入球 都會對調他們的龍門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以公平起見 始終在一個室外的地方 有可能會有風 所以令到大家可以公平一點 就是說 每一次入球 都會交互了大家的龍門 那如果你說真正說 我們當然在數據上 你可以給大家認識一下 馬球的場地 是290米乘144米 尺寸有多大呢 約700個足球場加起來了 所以難怪球證都要騎馬 好 再來一個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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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啊 這一下根本就完全攔截不了 而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他 撐住龍門位 試意告訴裁判 到底有沒有真正入球的 可以說是我們的 他又不是守門員 他是守門的裁判員 就由他去試意 看看眼鏡 確實入得很漂亮 這個前面是完全沒有對手去防守 所以他可以一下一噴就入球了 同一個龍門 因為入了 都是入球 但你剛才解釋過 兩邊每一次入球 就會是互相交換場地 所以剛才入球的是美國隊 一比一打成平手 剛剛出了一個淘汰 就是說 球戰 他就吹了BB 就說 剛才有人犯規 但那些球員非常之聰明 每一次犯規之前 大家覺得 挨近犯規 一起會舉手 就是告訴球戰 不關我事 你看看是不是對方 這些在不同的運動 都經常會出現的 當然 其實現在 看到在球場上 先搬上 沒錯 沒錯 就是剛才剛才吹淘的位置 球證4E 一定要在那邊開球 這就是on sport的位置 始終球這麼小 球員要打中 都比較困難 大家近鏡看到 除了馬球的球 馬腳方面 也做了一些適當的保護措施 因為打馬球 其實有時候 你的馬球棍 真的只是用來打球 是絕對禁止把馬球棍 去擊下去 對方馬噴 甚至乎是紫馬刀的腳 確實有保護的作用 又鬥回球 先回一回 現場已經開始下雨了 就是對於馬球 對於馬球 在草地上的球速 就會減低很多 即是說 就算乾身一點的話 球真的可以錄軟一點 但如果塞地的話 球速會減慢 然後把球放在底線 由美國隊開球 他們的主張 三個阿沙路 要好好認識 這位上屆 我們富國高人 超級國家妹的MVP 阿沙路這個球手 他很強 他強在就是 他在任何一個位置 都可以打得很好 他既可以防守 但也可以進攻 現在球證 回到位置 因為已經互換場地 所以現在 美國隊就是向右攻 而至於英格蘭 就回到左邊攻 大家見到了 球證 雖然經常拿著球 但他見到球 他不需要污下身 落地撿 因為在他們那支 我們叫球桿 他們的Mellon 他的頭 是可以直接 去撿起球 是可以直接撿起球 是可以直接撿起球 這個球 也是由美國隊 開球 非常之方便 可以看到 放下一個球 自己用回他的Mellon 又去撿起一個球 如果大家細心一點 還可以看到 球證 他的馬鞍 旁邊 就會有兩個皮袋 可以帶著球 可以隨時更換球 你的球手 他現在準備了 在六十線 準備開出 不需要太高速的 一個高球 太好了 為甚麼我們說 高球好呢 因為對手 完全沒有機會 去折擊他 那真的進了球了 可以這樣說 絕對是進了球 還進得很漂亮 美國隊 暫時反超前 二比一 見到我們八位球員 都要馬上回去 就是球場中央 再次開球 在球場中央開球 確實是 很爭奪性 因為那些馬匹 他們經常會 一起去撞到 現在換回 就是美國隊 前面都空曬 但是可惜 但是很可惜 交不到給他的隊友 扶滿場地 輪到美國隊 是有工作 但是剛剛看到 是哥連莫特 一號球員 在左邊起棍 角度差了一點 大家可以在畫面 看到馬已經出了 白色的汗 所以在這麼高速的環境 馬的爆炸力 是非常之強勁的 有機會近鏡 可以留意一下 那個姜誠偉 看到馬的頸 全部都是白色 不是骯髒 是真的他們出汗 好 好 剛才球證就出了淘 所以球員 都要回到中線位 準備他們各自的位置 看到分派方面 第一節 剩下兩分鐘 這個球由英格蘭開出 他們任何一個球員都可以開 雖然看到美國隊 是有兩位第八級別的球員 但是果然另外兩位的級別 就因為要計算數 德行雲 相反 在英格蘭隊方面 是兩位第七級別的球員 因為都打了一段時間 各隊的球員 都有出了場換馬 在鏡頭以外 因為始終 馬匹都需要 有一點時間去休息 就要回來了 大家追著 收回慢 但大家match了球 開始進攻了 這個組織 球彈了到場邊 很想回來 完全沒有人追 剛剛吹了淘 正想去爭取分數的時候 球證就吹了雞 看到一號的光年會 特美國隊的球員 想起桿的時候 球證就吹停了 因為他之前有些隊友 應該就是有所動作 當然一個可以說是馬球方面 很基本的規則 現在看到了 現在我們在畫面上 看到就是騎手 趁這個空檔時間 快點出去換一隻馬 說到馬球賽事 Karen 他們要準備的馬匹 有多少下 沒錯 這次安排了 每個人 每個球獸 都有八隻馬匹 所以都是挺多下 還有就是 你看見了 為甚麼球手很緊張 要快快去去換馬 因為他們每次換馬的時候 時間是不會為他們而停止的 整場比賽是繼續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們在用自己的時間 如果你太多球手 同一時間出了換馬 就沒有人去看著了 當然 剛才兩隊都其中一個球員 去了換馬 所以現在看到了 兩隊 看看剛才 大家錯失了 就是一直看著換馬的時候 就這樣被美國隊拋入了 暫時比數是3比1 美國隊是零先 美國隊做一個Sterling 就是慢慢勾著球 勾著球 慢慢來 不需要太大力 一個Sterling 一下高傳 希望可以過到 零先 離合一下 趨勢 一人 之前可以過 steps 那是 一個高拳 再來一個Riding off 大家聽到鐘聲了 這個鐘聲真的視乎球證 還有球員還有30秒 暫時球還在場內 美國隊剛剛錯過了機會 打不到球 剛剛半場就結束了 也要解釋 剛剛Karen介紹過 那30秒的額外時間 就是當7分鐘完結的時候 響一個鐘響 在那30秒裡面 如果已經開始進入攻勢的話 會繼續被他們完成 之後才完結 好了 打完第一戰 暫時美國領先3比1 大概是一半 另外一陣子 假的 暫時 就是 那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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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剛剛打球射門的阿沙盧 其實角度比較偏側 但是用技術希望可以調整 因為他們打球的時候 他是用球桿的側邊比較闊的位置去打 並不是用兩端的 現在英格蘭準備開球了 放位置下中線 比數暫時是4比1 美國隊仍然是零錢 英格蘭隊開球 希望來個場傳給隊友快點追上去 但很可惜被美國隊攔截到 英格蘭隊嘗試拿回球 這裡有點混亂 美國隊剛剛合了球 想回傳但回傳不到 因為回傳後面沒有隊友 所以你看到他們很多時候打馬球 不是說只是小小的擺動 除了紅球之外 通常全球和擊球的時候射門 你看到他們的輝盤 輝盤是很大的動作 美國隊先保護球 剛剛脫浮 剛才就是因為大家都在爭球 而追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馬鏡了 美國隊混合了球 上司一個擺動 但是剛才美國隊 他在這樣的情況 他將人家推開了 而且那個棍子還是在 英格蘭隊的馬的頸下經過 那這個就是不可以的 是一個犯規 所以現在這個球 就會撲避英格蘭隊 應該是剛才英格蘭的球員 非常聰明 在美國隊剛剛三位的球員 都找到誰去打誰去傳的時候 英格蘭隊的球員 突然陷在他要起棍的位置 令到美國隊 變成犯規出現 所以現在 就是由英格蘭隊開球 來一個慢傳 一個dribbling 就是意思就是慢慢傳 慢慢傳少少少 接著他傳完之後 就開始推進 推進了 然後推開了美國隊 來一個後面 攻擊進了30馬內 第一下沒有打中 開始緊張了 越來越近 但是應該是進帳不到的 因為看到在我們龍門後面的 真正的馬狂守門員 是守在門後的這位裁判 也沒有任何動作 也就是說 應該是不算進不了球的好球 好,開球 這個場傳 希望可以上到半場 剛才嘗試一個傳 但是很可惜 那個球就剛剛彈到自己的馬腳 英格蘭隊 看看能不能把球推前一點 起手 但是很可惜 被人攔截了 英格蘭隊希望拿回攻勢 但是很可惜 好 很可惜 自己失敗了球 球證都即時吹罰了 因為追在後面的球手 有所動作 剛剛看到 阿沙路 就是前面 英格蘭有球員 就是打五棍 後面他想著 立即趕上來 起碼可以打個快攻 但是在後面 其實已經被另一位 英格蘭球員 應該就是 見到就是 2號的馬克康年神 一蹦一蹦 所以球證立即吹罰了 所以這個球應該就是配給美國隊的 但現在場上 看來看他 都只有三個美國隊球員 因為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2號的羅頓 就是 2號的羅頓 還在直 現在他們就要出來 換一隻馬 但始終還是說回那個 換馬都在用自己的時間 變成你的防守都會少了人 馬桶時間 英格蘭也有一位的球員 出去換馬 羅頓就回來 換到第二位的球員 都需要馬上進去 就是換馬 暫時球證就吹了 時間就停止了 因為呢 大家都示意了好幾匹馬匹都需要 換的 尤其是現在因為在我們 天津這邊現場 還不下雨 雨勢都挺大 所以如果馬桶 你綁得不夠實 尤其是可以說移動性這麼大 真的危險 所以 趕快說不就是了 剛才也看到 就是羅頓都要刻意浪費多些時間 先 要收回馬桶 因為始終 陰學時間 如果他有用具 爛了 或者是跌下來 球證都會示意停止 令到大家都可以有公平的時間 總之一定要保障安全 英格蘭隊 開球 60馬 第一個高球 多數這些都是攔截不到的了 其實對手最怕見到高球的出現 因為高球他們完全沒有機會 可以去攔截或者做防守 當然 60馬球 你說開高球出來 是不是這麼容易入球 其實是難度很高的 來一個背後 打算交給隊友 但很可惜 隊友追不到球 反而機會就給了美國隊 雙方 他們可以在場面那樣跑過 因為那個我們叫做安全地圓 安全居榮 都是可以打球 中間 阿薩洛 我可以呢 你得過 他只看著你進 你一個正手之後 再來一個反手 確定那個球在龍門的正中間這樣進 本身一個中夭球 倒進去中間 打算交給隊友 但是在前面 可以說做了一個很好的接應 接應就是不是他自己拿球 他又將對方的另一位球員帶走了 就是剛剛見到 就是1號的哥連莫特 把防守他的球員帶走了 令到中間中環大開 艾沙路自己自編自導自演 走過來 再輕輕把球搬入龍門 所以艾沙路本身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騎手 他絕對不需要緊張 好 比分是比1 但是在這一節 美國隊已經又再增添了兩個的入球 大家看了一會 都可能覺得馬球的節奏是非常急速和快的 因為始終馬匹他們跑得很快 而球很小 很多時候球手打下去的時候 都要想起來 很短時間要想 到底他應該自己帶球 還是交給自己的隊友 見到這邊 美國隊又有球員 就要換馬匹 馬匹他們換了之後 馬匹可以休息一場 然後之後 就可以讓他們再換進來 但是當然了 這次大會是很細心 安排了 起碼每個球手 是會有八隻馬的情況出現的 所以他們一點都不需要太緊張 到底會不會不夠馬用 剛剛看到 艾沙路這邊 之前去了換馬的 就是4號的艾斯卡比迪 第二節 還有兩分鐘不夠 哇 終於見到一個漂亮的球 剛才就說 在球線開出來 要跳高的球 不讓別人攔截到 都必須要你有一定的準確度 在三十馬線 這個是三十馬線 慢慢地 完全是難不到 三號的盧克湯年神 風險的難隊 再增添一球的進場 比二 暫時是美國隊領先三球 一個回傳 一個dribbling 他嘗試去控制球 打幾次之後 就失敗了 但幸好隊友 下球回傳 其實球到板旁邊 是最難打的 為什麼呢 球很難打出來 而馬的尺寸是很大 大家就會在這裡開始混戰 看怎麼可以打出球 我看到 亨利費沙 本身已經打出球 但有過不到 美國隊的球員 這裡一個riding off 大家推大家走 球證都看得很緊 帶回球場的中間 剛剛說 劉克通年神 他剛才帶著球的時候 後面的球手又有所動作 艾沙奧想用速度 就是洩下去了 再看一次 剛剛看到 美國隊應該有一個反規的動作 因為艾沙奧就是從旁邊 是 捷擊他 捷擊 其實可以說 規條上來說 是不能超過40度 打斜去捷擊對方的 尤其是馬匹的碰撞 如果好像剛才艾沙奧那樣的動作 是算是犯規的 那些球的節奏 看到現在的開波 我似乎就是由 應該就是由英格蘭開波 好了 看到美國隊 四位的球員 都聚在一起 暫時的比數是 比熱美國隊領先的 英格蘭三球 我們有時候 在球場上 都聽到球員 是不停地 很大聲地 跟自己的隊友說話 這個是容許的 因為他們是可以溝通的 好 他現在的 似乎剛才的 摧迫 沒可能吹噴反而是另外出了英格蘭隊 另一個高傳 再回傳給隊友 馬克托年慎 馬克托年慎再送上去前面 希望中段會有一號騎手可以追到球 艾薩奴較快 快點解位 但是解位不完 只是去到40馬線左右 好了 進回30馬線內 但有兩個美國球員已經在做防守 但球證都看到這樣的情況 剛才已經脫掉了 又聽到鐘聲 又剩下30秒下 因為剛才球速 富國功能超級國家分2013 第一場準決賽 美國對著英格蘭的賽事 剛剛在開始前 看到少許第二節精華片段 看到英格蘭的入球 相當漂亮 不過他們暫時兩節之後 都只有兩球進場 暫時落後 就是美國隊三球 可以說 其實英格蘭 這次的組織 比上次鬆散了一點 始終很難突破到美國的防守 希望他接下來的記者可以追回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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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球證應該剛剛明哨 我們看看球證是怎樣判斷 我們也先看到美國隊 趁著這個時間的空隙 馬上有球員跑出場地外 去更換馬匹 剛才確實 Mark Thomsen 都被人記錄得很實 不過其實說到 在馬球運動 除了歐洲、歐美兩地 歐洲和美洲 美洲其實主要是 南美洲、阿根廷、北美洲、美國等等 馬球運動都是非常之盛行的 當然在歐洲方面也一樣 所以這次我們邀請得回來的 這些國家的球隊 在本土方面自己的馬力 都算多強 英格蘭代開球 英格蘭代開球 而且很簡單 因為放在最近的位置 最近龍門的三十馬線 因為剛才有犯規的情況 所以英格蘭 給他們在三十馬線 有一個分球的機會 都入得很輕鬆 而在三十馬線 對方的球手是絕對 不能夠去騷擾 開球的球手 所以可以說 球手在三十馬來講 一定是可以入球的 現在又來英格蘭搶動 他來一個快攻 剛剛看到 剛才開佛球 就是羅克湯年成三號的球員 但剛剛看到 來一個快攻的位 是左右 攻守護門 方向亦都護門 好險 這真是窄位射入 英格蘭的入球 就是湯年神兄弟 的另一位 馬克湯年神 但也可以說 剛才入球很驚險 為甚麼呢 因為球桿 要穿過龍門位去入 英格蘭剛剛連追兩球 如果搬回英格蘭 英格蘭還有 美國隊又攻了 美國隊比較快 再推進 美國隊自己來了 自己推球 推進去三十馬來 沒有人騙他 其實剛才英格蘭隊 一直想去攔截他 但很學會 當他攔截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人幫忙 所以只能夠追著他在後面 非常漂亮 過年半達 自己一個 跑贏的對方 後面推進去的時候 他的跟進的衝動 也都相當快 第一下 哥連滿特 看到不太夠力 自己加重再補的棍 六比四 由頭到尾都是自己帶著球 又來美國隊的機會 回傳不到 剛剛碰到球 不要緊 小解圍 把球打回上去 自己進攻的前場 馬克托蓮神 接了球 馬克托蓮神 馬克托蓮神 接了球 在那邊 有幾隻馬克都停在那裡 到底有什麼事發生呢 球證出發了 好,重新再開球定點位 美國隊向右攻 又讓他們跑快一點 又是貼著一塊板來混戰 英格蘭少少解圍,但解圍不遠 因為球撞中了美國隊的馬乏 仍然在30馬線左右 現在真的安全 看看美國隊有沒有接收球 已經有兩位 兩個美國隊來夾著 看到2號的羅頓 自己做一個回轉 接著可以把球再推上中路 自己再加多掘 但給英格隊一個回轉,勾起球 剛剛是唐年神兄弟的防守 剛剛瓦解了羅頓的一次妙傳 因為羅頓想送到中間 給了4號候上的艾斯卡美迪 但看到3號的羅克莊年神 一直可以夾著他 其實這個位置都很難的 你看到被人夾得很緊 前後都有人 上交就交不到 自己加多棍去推中 都是被人攔截下來 他都覺得就算那一下回傳 都是沒什麼用的了 2號的馬克莊年神 這個友善回來了 現在突然馬上還會找回來 剛剛有些歐骨的情況出現 英格蘭隊匯串 美國隊來一個Dribbling 剛剛球證師 後面的球員似乎 剛才那裡有一點問題 球證槍罰了 將推進去30米 因為現在是由美國隊 助攻右 他們剛剛可以有一個 佛球的機會 現在的難隊全部已經是退手 退了在龍門的後面 因為剛才麥嘉雁也提醒過 在30米的佛球 是可以作任何的干擾 由艾莎露 好 看到在龍門後面的裁判 揮牌示意 這個也是成功的入口 很明顯 剛才那位 他一點難度都沒有 所以他也不需要開高球 只要輕一推 球在龍門中間就過了 7比4 重新再開球 又回到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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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莎露 還有一個長傳上去 有機會 有機會 有沒有夢過 調進去 入了30馬層 有沒有機會 哎呀 但還可以爭回來 出界沒有 睇線好像還沒出界 依然繼續 是呀 被哥倫莫特 勾得出來 幸好 那位差一點 哥倫莫特 1號 美國球員都追得很快 臨著 剛剛可以在第4 出界之前 勾得回全球 但是之前 那一下都 挺凍下的 艾莎露 那一下 長距離的射門 不要緊 現在美國隊 把機會 跟英格蘭 可以說在中場 猜一下球 好 給現在英格蘭有機會 單刀 危險呀 這些球 自己一個來 看看可不可以轉到角度 哎呀 剛剛轉不到角度 可惜呀 一個黃金的入球機會 可惜臨到 未來埋滿的時候 叫那個球 進去正確的線路 其實 馬多年神 和羅哈多年神 他們已經盡量交球給對方 而帶到入線位 可惜呀 剛剛是 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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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利 2號的馬克康年神 好 艾莎露加速 但是跌不到球 反而後面 看見到 哥倫悟達 哥倫悟達 兩個隊 一個出波零 慢慢繞著球 先 小泉 因為現在 被英格隊 鎖住了 羅頓一個長泉 去到前場 被大家追 但是首先 追上來 馬克康年神 看見到馬克康年神 後面 抓到 有人打中 大家 反射都 勾不中的球 最終呢 是拿走 乾沙尼斯 乾沙尼斯 解圍到沒有 還未解圍到 還有自己推進 英格隊開始 進攻 馬克康年神 把球交出去 羅頓拿到球 羅頓打算一下 長泉 看看有沒有人接 時間很緊迫 仍然未完 因為就是這個走站的30秒 剛才攻勢未完 剛才 開球禮 情況 其實有一點點 籃球相類似 不過籃球就向上 扔 馬球 當然是王草被扔 沒錯 那多數這些情況 就是很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會爭著那個球 現在他一個Galham 但失去了那個球 因為他跑得太快 我們在看 在上半場 可以說 第一個門場 293 一百四十四米 尺寸有幾大 首先 在第一節 美國球場加快 起零了 所以難怪球證 都要騎馬 好 再來一次 衝動 把握到很多賣門的機會 厲害 這一下根本就是 完全攔截不到 只是第一節 美國隊員已經領先 3-1 他手門的裁判員 就由他去市議 而且這次美國隊的進攻 都是很強勁的 他進得很厲害 不會浪費每一個機會 而且他逼對手 都逼得很厲害 你看到他很多時候 都運用了Riding Off這個技巧 將對手盡量推走 而自己可以偷走那個球 完成了第一節 美國隊領先3-1的狀況 到了第二節 情況沒有改變 英國蘭 沒有太多有黃金的機會 可以把握到起手 相反 看到艾薩諾再次 就是 一人獨大 走他們的速度 就是 追上前場 搶到入球 不過真正 有少少形勢轉變 就是去到第三個 出卡的時候 因為在第三節一開始 英格蘭分別靠他們 湯蓮神兄弟 首先就是 盧克湯蓮神 接著就是 馬克湯蓮神 連追了兩球 令到英格蘭 曾經有一段時間 只是落後一球 不過在這一球 剛剛看到美國隊 又是憑速度 令他們可以 再爭取多個入球 看到這次英格蘭 他們主要 都是用很多攻勢 就是怎樣快攻 來一個快攻 可以令到 對手 失去一個機會 英格蘭 也有難得的快攻機會 但是 唉 好可惜 去到尾尾 未能把握到的角度 馬克湯蓮神 失去了這個黃金機會 令到三節之後 美國隊領先7比4 至於 即使滅童的招待 直接給你 寶寶 或是 跟翟尾 在甘就 你 在甘就 跟翟尾 去 要確保 我 你有 那 Conservative 掌控將稿俱藍廟統帝國民地列行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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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